约翰福音第九章 耶稣治愈生来核颜的人 第一幕 耶稣在圣殿教导众人 刚刚遇到犹太人和法利赛人 就起了一番激烈的辩论 他们硬认耶稣 就想大打出手 耶稣为了避开他们的袭击 就由圣殿出来 那一日是安食日 在路上 耶稣和他的门徒 遇到一个身来核颜的人 门徒就趁着这个机会 请教耶稣 拉比 这个核子一出生就瞎了 看不到东西 究竟是他的罪 还是他父母的罪呢 不是他犯的罪 又不是他父母犯的罪 是让神的作为 显明他的身上 趁着八天 我们快点做好神给我们的工作 将福音传开去 黑夜将会到了 没有人能够再做到事了 当我在世上的时候 我是世上的光 耶稣说完这番话之后 就吐了口水在地上 然后用例跳过 抹了在核子的眼上 对他说 你去西罗亚池一处 洗下对眼 身内狠眼的人 就去了西罗亚池 他一洗 就看见了 回程的时候 遇到一些邻居 都知道他平时是吃饭的 这个人不是以前坐在这里吃饭的吗 是他 咦 不是 又好像是他 是啊 是我 你的 你的眼睛怎么看到的 有一个人叫耶稣 他用一些泥 就在我的眼睛 就叫我去西罗亚池那里洗 一洗我就看到了 那个人去了哪儿 好不可以告诉我就听 我不知道 第二幕 围观的人听到他这样说 就将他带到法尼塞人那里 因为耶稣和例 开他眼的那一天 是按食日 到了圣殿 法尼塞人问他 为什么以前黑眼 现在又会看得翻 他用一些泥 没在那眼里 我去一洗 就看见屋 这个人 不是由神那里来的 因为他都不守安息人 不是哦 一个罪人 又怎么可以行神迹 是啊 罪人怎么可以行这个神迹 于是在圣殿里面 他们就起了纷争 法尼塞人继续问 他既然开了你对眼 那你说他是怎样的人呢 他这个才知咯 法尼塞人当然不相信 一个生来恨眼的人 可以重见光明 于是叫了他父母来对峙 他是你们的儿子 你说他一出生就是瞎的了 那为什么现在又看到东西呢 他的确是我们的儿子来的 一出生就瞎的了 至于现在 他为什么看得到 我们不知道的 是哪一个人 治好他对眼的 我们都不知道 他现在已经是成年人类 你们去问他 他自己会说的了 他父母这样说 是因为怕犹太人 因为他们一种伤而好 如果有哪一个 承认耶稣是基督 就要将他们赶出会堂 后来 法尼塞人又叫了 从前核眼的人来到会堂 有一次问话 你应该将荣耀归给神 说实话 我们知道这个人是个罪人 他不是罪人我不知道 但是有一件事我知道 我以前是瞎的 但是我现在看到了 他向你做了什么 他怎么会开你的眼睛 我刚刚说了给你听 你又不听 现在又要听了 难道你想做他的门徒 你才是个门徒 我是摩西的门徒 神和摩西说话 我们是知道的 这人从哪里来呢 我们不知道 你真奇怪 你竟然不知道他从哪里来 但是他开了我的眼睛 我们都知道神是不听罪人的 唯有敬奉他 遵行他的旨意的 神才会听的 从创世以来 我从没听过有人 将一出世的盲的人 我医得好 如果他不是从神来的 那什么都做不到 你真是没得救 全然生在罪业里面 还敢教训我们 滚出去 第三幕 耶稣得知这个被他医治好的人 被赶了出会堂 在一次遇见他的时候 就问他 你信神的儿子吗 主啊 谁是神的儿子呢 你已经看到他了 你在说话 就是他来的了 主啊 我信 这个被耶稣医治好的人 就俯伏 敬拜耶稣 我为审判而来到这个世界上的 叫核眼的 能够见得到 道路真理生命 反而自以为 见得到的 他们暴露到自己的核眼 嘿 难道你说我们 都是盲的了 如果你是真正的生命 意识不到真道 就算你们无罪 如今你们真是看得见的 你罪就依然存在 约翰福音第九章 耶稣治愈生来核眼的人 播放完毕 我们要多谢 Pastor Danny 和Christiam 做我们圣经故事的故文 还有我们一帮 乐明视障团 画剧组的成员 David Child 设演耶稣的门徒 Vancouver Danny 设演耶稣 丽依和Pauline 设演生来核眼人的邻居 Alan So 设演生来核眼的人 Melfield 设演法理赛人 童工Tommy G 设演犹太人 和画剧组的节目主持 Katherine 设演生来核眼人的母亲 Cypress Poon 负责庞伯和导演 多谢大家收听和支持 下次再见 拜拜